歡迎收看 東京熱訊息 抹茶控有福囉 今天我們要介紹 全新發售的 Lawson的抹茶商品 一共有四樣喔 其中這兩樣是今天才發售的 那我們首先要來試吃這個 跟茲基里本店 使用了他的 宇治抹茶的脆皮泡芙 可以看到他在脆脆的派皮裡面 裝了兩大種滿滿的抹茶 這個是抹茶的內餡 然後另外這個是抹茶做的奶油 開箱啦 哇 抹茶味真的超濃的耶 來看看他的構成吧 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抹茶奶油的部分 其實他是抹茶 然後加進了我們一般吃的那種 紅豆的內餡餡料裡面 喝一口吧 哇 幸福喔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個是 抹茶跟生奶油的銅鑼燒 然後首先呢 可以看到啊 第一層 他這個是用 Lawson自己的抹茶 加上鮮奶油所做的抹茶醬 然後中間這個呢 是用來自北海道的牛奶 所發的生奶油喔 可以看到裡面就是 抹茶的醬 還有一層的生奶油 吃吃囉 這個銅鑼燒吃起來呢 首先會感受到超級滿滿香濃的 北海道生奶油的香味 然後再加上它上面這個抹茶醬 淡淡的抹茶粉的香來點綴 我覺得如果你不是喜歡那麼強烈茶香的人的話 很推薦這個銅鑼燒 通常在家印之前已經發售的兩款 魚汁抹茶的甜點 這個是魚汁抹茶的布丁 然後這是魚汁抹茶的蛋糕捲 啊 它這個抹茶的苦味也並沒有那麼強烈 好吃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包裝很漂亮的蛋糕捲吧 一次給你六個大滿足啊 這個帶有魚汁抹茶香的海綿蛋糕 然後這個感覺非常非常的抹起抹起 QQ的很好吃 以上就是今天的東京熱訊息 若是抹茶控的朋友的話 一定要到Lawson來尋寶王 我是寶王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拜拜